只要買一個暗號,還是買一個位置給自己,是寬闊來訪好。 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東西。 一個人長得漂亮,是環境造成, 會寫字念書,才是天生的本靈。 這個是沙士比亞的名劇《無事生非》裏面的對話。 我聽完羅志光局長說的話, 我覺得這一段的引話,就是你講的東西,聽起來就知道是錯的。 你就叫別人不要講忠援,仰嘟嘟。 但是我們的議會裏面,每一個官員和反對全民退保的辯論者, 都是老人士嘟嘟,女人士負擔。 良博、偽善。 我們傳播的論述就是說,我們的勞動人口將會減少, 而我們的融資能力將會減少, 所以我們不能夠做一個長遠的打算, 去照顧現在和以後的老人。 主席,這個是完全錯誤的觀念。 不患寡而患不均。 有人舉經濟不好的,希臘, 希臘為什麼會破產呢? 希臘破產是因為福利太好嗎? 他的福利在南歐裏面最差, 在歐盟裏面最差, 在北歐比,根本就不是東西。 是最差的福利國家。 他的福利裏面的東西, 有九成是用於失業那裏, 但一成是用於老人。 失業的問題是現在造成, 而不是老人造成的。 冰島的故事更加是, 冰島的故事, 冰島人不是因為社會福利太好, 而是因為全球金融化, 全球化, Deregulation, 開始將國家銀行當作商業民間投資, 是資本主義的貪婪, 令這些國家破產, 不是, 無論是用努力和體力, 去為這些國家的繁榮貢獻的人, 令他破產, 尤其是他自己去供了社會保險或者其他保險的人, 令他破產。 在過去這麼多年以來, 無論是福利無福利也好, 所有靠工資過活的人, 而不是靠利息, 靠利潤,靠地租,靠沉租的人, 他得到的社會回報是低於以上的人。 我們今天說的是那些用工資去生活的人。 我們為何要在上星期討論稅的時候, 是要減稅叫人做生意? 即是說, 我們能夠去令到靠利潤利息地租, 那些大有錢人能夠賺錢的東西, 我們千光百計促成它。 不收稅還要拿錢來起大百丈。 那些錢如果要來做這個, 你剛才說的入不夫之的養老基金, 為何不行啊? 羅局長, 為何你不會指教他啊? 為何你不會指教他啊? 在競選的時候, 林鄭外就說, 曾俊華做事懶, 太注重商界的利益, 我們是適度有為。 為何你今天不適度有為啊? 做人有什麼搞錯啊? 留些面子給自己啊, 是不是啊? 所以就引出了你那些支持人, 廖長哥走了, 說我是民粹主義福利主義。 我們就說, 當老人家去到一個年齡, 他不能夠在工資那裏拿到他的收入, 亦都不能夠很有效在利息和利潤, 和地租和沉租, 找到他收入的時候的人, 我們照顧他而已嘛。 我們的社會這麼有錢, 我們人均收入這麼高, 我們的貧富懸殊這麼大, 我講的就是, 麻煩你, 將這個無審查的生果金一次過, 加到三千元以上, 就是這麼多了。 我們現在做的也是有三方公款的嘛。 是一個保險制度來的嘛。 消耗化的過程, 令到我們那些普通的勞動者的人, 工資下跌, 那他怎樣措錢? 就算是工, 他的工這麼短, 怎樣過活? 到他老的時候, 拿著幾萬元, 拿著幾萬元, 十幾萬元, 買一個噴號, 還是買一個位置給自己, 是寬過來訪好。 這就是我們今天說的話。 主席, 我在2014年5月23日, 所謂拉布, 即是在這個財政院拉布的時候, 我講過餘下的一段話。 主席, 長者末, 沒有錢吃飯, 養老, 固然是人間悲劇, 但一個社會, 或者社會的大多數, 任由他們這樣生活下去, 這樣是一個更大的悲劇。 這個悲劇, 延續了三年。 林鄭月娥來到這裡, 說要跟我們溝通, 我送四樣東西給她。 就是, 測忍之心, 仁之端也, 收戶之心, 疑之端也。 慈仰之心, 勵之端也。 是非之心, 智之端也。 測忍之心, 不用說。 你見到人很痛苦, 這個痛苦不能擺脫, 你是會幫他擺脫這種痛苦。 即是像小蚊子, 就是跌落井, 你會拉住他。 由此, 亦都引起了慈仰之心。 如果你做不到, 麻煩你走人吧。 為政者不能令長者, 令一些非常痛苦的人, 能夠有解脫, 麻煩你走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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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